包裏龍鑲打開 就至少十幾隻澳洲龍蝦 這一箱又一箱 裝在船上的龍蝦 進口台灣後運往的目的地 是連江的大丘島 大丘明明沒有人啊 誰刺龍蝦 難道梅花路刺龍蝦嗎 就連立委也滿頭問號 因為大丘島上頭 沒人住 只有滿滿的梅花路 而這一切原來都是謊字 要走私到中國 這些船隻 並沒有如名義上申請的路線 到大丘 而是這三十三趟都到了高登 每一趟走私船 載了四十箱到兩百箱 不等龍蝦 根據航機圖 載滿龍蝦的漁船 申報航線目的地 明明是大丘島 實際上卻是前往後方的高登島 附近海域 在雷達盲區和中國船隻 靠並走私 一來一往下 去年九月二十二到十一月十二 近三個月就走私三十三趟 重量破六萬公斤 在中國平均市價 更高達新台幣兩億元的龍蝦 但海巡署早在十月 察覺有意行文 給連江縣港務處 不再同意給予申報 進出港道 大丘高登等島嶼 卻遭縣府一睹不回 當縣政府已經獲得海巡的警告 跟警示 卻沒有任何的動作 這不就坐實了 縣政府變相的對海巡施壓 來達到袒護走私的目的 請問門神是誰 誰有這麼好的政治關係 可以打通連江縣政府 從縣府到議會的環節 連江縣政府回應表示 現行智慧港口系統 無法得知船隻執照過期 才讓海員號和乘風號 有出港走私機會 確實又疏漏 江漢交通部航港局系統 海巡高速行駛 驅逐中國的走私快艇 這些船隻 掛著加大馬力的弦外機 出現在馬祖高登島海域 這也是走私龍蝦船 交貨的地方 高登島距離中國福建 只有九公里 包括抽砂船 走私船 經常在此活動 而這次走私龍蝦事件 兩艘船原本把目的地 登記為大丘 漁木混珠 大丘島早已是五人島 只剩下梅花路 在島上生活 漁船走私龍蝦 運貨目的地填寫 在大丘 連江縣政府居然照準 其中海員號出港 多打二十三次 但他早已在二零二零年十月 就被交通部航港局發文 通知連江縣府 貨船沒有完成檢查 小船執照也在二零二零年到期 在合格前必須禁止出海 但連江縣府沒有處理 只用正常商業活動來回答 而海巡民知道龍蝦運 去大丘目的地可疑 也被批沒有積極查棄 一般漁船出海 案件所要檢查 船員證和出海人數就可出港 但若是貨船得先查驗貨運單 並抽驗船上的貨物才能放行 據了解還尋有仕途跟奸 但當事漁船察覺就停止交易 苦無實證 去年十二月十六號 有把兩艘船疑似走私的狀況 含送給基隆官務署 來進行後續採處 3075公園收尿了請馬主報導